欢迎收看湾区资讯 我是黄慧 我们一起来关心湾区近期的社区活动 中国当代著名画家赵准旺 为纪念即将到来的太平洋铁路 兴建150周年 日前特地走访了 当年由大批华人铁路工人修筑的历史路段 并且画出60幅作品 以缅怀鲜民对美国的贡献 横贯美国东西两岸的太平洋铁路 是于1862年 由当时的林肯总统批准新建 1869年由铁路大亨 也是史丹佛大学创办人Liland Stanford 在犹他州Promontory山口 定下一颗纯金的铁道道钉 宣布铁路落成 当年有数以万计的华人铁路工参与新建 超过2000名华工为此牺牲 明年就是太平洋铁路竣工150周年 旅居湾区超过20年的当代名画家赵准旺 在今年4月下旬走访了 中央太平洋铁路行进加州 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等地的重要历史路段 完成了60幅 让道钉永远闪亮系列写生 我差不多走了9天时间了 然后差不多走个十六七个景点 这个景点都是铁路的景点 而不是八十块公路的景点 走起来也蛮困难的 因为他有的路都修了 换新路了 都走老路嘛 看看环工的那种艰苦的过程 那么也是体验了这个 原来华工的辛苦 但是我们觉得当代这些画家 应该用咱们的美好的画笔 用现代的彩模来歌颂这段历史 这是一个150年是一个历史了 有中国华工做来 随着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华工修了那么多年 150年以前就开始修 那这段历史应该让我们的后人了解到 这个中美的友谊也好 中美的合作也好 很早就开始了 这是一个历史 然后后人应该提到 他们的辛苦劳动 他的结晶 修了这么好的一条路 但是很艰险的一条路 所以下一代来讲 是永继 对华工的一些贡献 而不是说继他的苦难 那苦难的过去了 这样就能激发他们 对中美的一种合作 中美的友谊的发扬 对美国社会的贡献更有利 而当初赋予赵总旺灵感 并且一直鼓励他 从事这项壮举的 加州州众议员朱感生 也谈到了中央太平洋铁路 以及系列创作的意义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这个横贯美国东西的 这条铁路修成以后 对美国的经济 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贡献 这条铁路一直被用了 大概也有100多年 本来都是用一马车 从东部到西部 那么这个中途 也会非常经历很多危险 像Donal Path 遇到雪峰 整个车队都死了上千人 后来以后 有了这个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以后 整个东西的物流 或者是人的旅行 都方便了很多 带来了整个美国的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 经济起飞的一个基础 赵宠旺将以这60幅写声为参考 预计花费4个月的时间 绘制一幅宽达15米的 中央太平洋铁路巨幅绘画 并在明年 也就是铁路竣工150周年时推出 以纪念华工 为了美国的经济繁荣 所做的牺牲奉献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